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要以为YouTube做这个付费会员的行销没有用 那研究机构Insider Intelligence就预测 今年底呢YouTube在美国的付费观看的订户 将会超过其他的影音平台 预估达到2.3亿人 领先Netflix的1.7亿人 所以我用这个开头是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广告是很有效的 虽然他们没有来业配我 我自己是没有付钱订阅YouTube Premium啦 因为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可以忍受广告的人 不过看到这个数据真的会为Netflix捏一把冷汗 所以今天的第一则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面对来势汹汹的YouTube和Disney Plus Netflix要如何扭转劣势 再创订阅数的高峰 其实之前街尾国际就常常一直followNetflix的消息嘛 因为Netflix最近期的订阅户数 其实一直逐渐的下降 然后我们很担心他 也不是说担心啦 就是一直在关注他 因为疫情稳定之后 大家就不想要一直待在家里看影视平台 就想出去晃晃嘛 所以呢就有一波退定潮 那Netflix呢 今年的前两季的订阅数是下滑的 但好消息是第三季的Netflix订阅数增加240万 一扫呢第二季订阅数下滑97万的阴霾 那而且呢Netflix在10月给股东的信就提到说 他们会回到订户加速成长的路上 获利也会提升 但其实直观的来赞 我不觉得获利会成长 因为最近不是都传出Netflix要开始打击 那些就是共用家庭方案 但其实不是家人的人 他们要针对这一点额外收费 这样不就代表说 更多人都要为了Netflix的服务付费 大家不会想要因此而退定吗 我觉得永恩的这个是一种思考角度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 Netflix他可以打击幽灵账号 那也就是说这些幽灵账号都要付费 那Netflix不是赚更多钱吗 不过大家真的会好奇 Netflix要怎么扭转 劣势在第二季创造佳基 因为他已经衰退了两季嘛 然后营收报告也不是太好 但第三季呢 就突然间突围 冲起来这边怎么做到的呢 那我这边想要先跟大家补充一下 为什么我们看Netflix的营运表现 要看他的订阅数 因为他跟另外一个串流平台 叫Disney Plus的经营模式不大一样 Disney是可以用IP去付费的 但是Netflix呢 就要扎扎实实的用影视内容 来吸引观众去 而且他现在应该也是买不到 其他像Disney相关的版权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平台 可以自己上架了嘛 所以他们就很需要靠好的内容 然后呢 创造更多人来订阅他 然后这个订阅内容又再可以投注再做好的内容 才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BBC报等呢 就分析Netflix第三季的成功关键呢 在于呢 他让客户呢 更不想离开你 诶 什么叫做让客户更不想离开你呢 嗯 Netflix的第一个做法 其实有一点贼 就是他们利用剧情啊 把极数拆开 大家会发现 其实很多很好看的影集 像是怪奇物语啊 或是华登出上 还有最近的小女子 都会在那个最靠人心弦 或是你最想要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时候 就会告诉你说 诶 下次要再等一周 或是甚至他直接切断一季 你就要再等一两个月才可以看到后面的剧情 嗯 这一招其实蛮聪明的 我记得BBC在讲这个报道的时候 他有一个情境 他就说你以前可能可以在Netflix上面 就一次可以看到一整季 就十几集的内容 可是你现在呢 可能就是一次呢 每一周推出两集两集 他就变得有点像是带撞节目的方式 那这样子做的事情 他就可以有效的延长你在看的时间 就是延长你的订阅时间啦 我为了要看十四集我要分七周 那我就多定了七周嘛 这是第一个做法 那第二个做法会是什么呢 第二个做法呢 就是努力的去向观众推播自己的原创内容 Netflix现在不只是让观众 被动的在浏览页面的时候 会看到平台自己的推荐 他们最近也推出了预览功能 就是当你把滑鼠的游标移在影片啊 或是电影的上面 他就会播放那部影片的精华内容 借此延长用户的浏览时间 也让大家更能够确定的选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之后就会开始一步一步看下去 然后就会订阅了 嗯 我觉得滑到上面 然后先看预览内容还蛮吸引我的耶 就是我只要一看 然后发现啊这个就对了 啊这个画面很精彩 我就会点下去 可是如果他本来只是那种定格式的 我可能就不会点 因为我看标题 我可能连他的剧情文字 我都懒得看哦 那Netflix的第三招呢 就是推出更弹性的付费方案 像是11月呢 Netflix会推出广告订阅方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消费者呢 可以用更低价的方式来订它 但是呢你要忍受影片开始之前 或是观看影片中出现广告 我觉得这一招刚好跟打击 共同用户措施可以做个平衡 直白来说就是呢 你用更便宜的方式订阅 但是不要给我看免费的 但是这样子Netflix 要怎么吸引广告客户去买单 是他们会开始愿意 公告自己的数据 让广告商觉得有利可图吗 我觉得永恩这一题问的蛮巧的 因为Netflix呢 就是打死都不公告自己的收视数据 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收视率 什么都是保密到家 不会公开 所以你就算看到 什么最热门的影集 你也会想说 那到底是多热门 到底是多少的点阅率 他不讲 但是呢 今年Netflix就改变了做法 他们11月呢 就与英国收视率调查单位 叫做BARB 也就是广播受众研究会签约 只要是他们的付费会员 就是那个BARB的付费会员 都可以看到Netflix的收视数据 那外界判断呢 这也是Netflix来吸引广告客户的手段 因为广告主 他其实是可以判断说 Netflix旗下的内容的收视率状况 如果我这个产品跟这个剧本 其实是有点关系的 那我可能就可以精损的投放广告 那我也可以去评断说我要不要跟Netflix合作 对Netflix来说啊 这样子做不但可以增加广告客户投资他们的意愿 也可以符合英国政府最近一直不断的施压 要求影视平台要公开收视率的法规 还可以推出广告订阅方案 真的是何乐而不为 那最后再为大家总结一下 Netflix订阅户回升的三个关键 第一个是切割影集内容 延长订阅的时间 二是应用数据分析 积极的向观众推播原创内容 第三个是推出更低价的订阅方案 至于后续Netflix的发展状态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 听到第一则Netflix第三季起始回升的状况 其实让我蛮欣慰的哦 约庭中朋友如果有听到今天的新闻的三个标题 一个就是解雇啦 然后不然就是什么裁员啦 就是感觉都是很不好的消息 那至少第一则是正上的消息 至少呢Netflix的裁员幅度呢 不用像其他的科技巨头这么的激烈 但是我去查他们还是裁员了150个人哦 裁员的状况最近真的让人蛮紧张的 没错最近裁员最严重 也最让人惊讶的呢 是脸书的母公司Meta 他们在11月的时候宣布裁员了13%的人 人数大约落在1万到1.33万人 比例真的相当的高 那马斯克在10月成功用440亿美元 相当于是新台币1.4兆元收购推特之后呢 也开始大举的裁员 近期更是解雇了将近3000名的推特员工 嗯这个裁员的数字其实都蛮惊人的 你去想如果你在Meta的话 你是一个13人的group 里面就会有一个人到快要两个人 要被裁员要被fire掉 对公司来讲这是一个蛮大的震撼哦 那马斯克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年初呢 今年就一直在追他的新闻 然后追到后面我就觉得 来系托蒙到底要病还是不病 一下说要一下不要 最后他终于是病了 那他会去fire这些员工 其实我觉得算是不意外 因为之前就传出他并购之后 要fire掉他们 那我整体来分析一下美国的裁员状况会这么严重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通膨非常的不妙 就是呢 然后政府呢为了要压抑呢 通膨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呢 美国联准会已经连四度升息三码 那告诉你升息三码的意思就是 就代表说企业的营运成本会增加 那许多业者呢就纷纷吃不消 才传出裁员的消息哦 缩减人力的支出 那如果呢失业率逐渐的攀升 那外界也预估说美国的警戏可能从现在的停滞期 变到衰退期 那连带呢 台湾也会受影响 那台湾会受影响的意思就是 这波裁员状会不会烧到我们呢 因为美国打盆地全世界都感冒 听起来好不妙哦 不是 现在快要到年底了 听到这种消息真的是会让人很害怕 对啊 年终可能一裁就没有了 好了 但讲是这样子讲 我们还是要保持正向积极的态度 我还是想要知道 就是在裁员潮里面 有没有最安全的工作呢 但听众朋友听到这里 会不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很有工作焦虑状况的员工 上一周跟大家介绍说 哪一些员工不会被AI处待 然后这一集就想要知道 有没有最安全 不会被淘汰的工作 我想永恶应该是因为 你快要毕业的关系吧 你现在是大四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应该蛮紧张的就业 然后所以呢就连带裁员 你也很担心说 会不会找不到工作 但是呢请不要把个人的焦虑 带到工作上好吗 不过我还是要称赞你 就是在裁员潮底下呢 告诉大家哪些工作是安全的 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而且呢还真的有这样相关的报道出来 美国媒体公司呢 Business Insider就采访了 微软前人力资源的副总裁 克里斯威廉斯 而且呢就请他列出自己认为 裁员潮下最安全和最危险的三类员工 最安全也比较不容易被裁员的工作啊 第一种是任务和公司目前的营收来源 有直接相关的工作 讲白一点呢 就是你的工作可以帮公司赚钱 比方说能够维持公司业绩的业务人员 但是但是如果你是不会赚钱的业务 也还是有可能被裁员 天哪真的很希望YouTube Premium来业配 如果没有业配的话 就是感觉就是我们自己好像没有生产力 好啦请大家多多来支持一下 好回到正题 那第二和第三类不会受裁员潮波及的呢 就是人资单位和财务部门的员工 那一种说法是说 这类的员工呢 因为他在组织中呢 数量比较少 所以他就不会是开到对象 那第二种呢 你去想 财务人员呢 不只是因为他有技能 实际上呢 企业要把账和现金交给他们 其实是需要长期合作 和值得信赖的关系哦 你去想就是如果我的财务部门 人员一直换 那我的账不就是一直在外面被公布吗 被透明化吗 对企业来讲的营运风险其实会增加的 同样道理人资也是 他知道公司同仁的薪水 还有许多事情 此时裁员他们不见得能够稳定军行 而且组织如果要裁员的话 应该还是需要人事单位的协助 总不可能交给资讯部门来负责人力调整吧 你这样讲也对啦 因为人资他们是最熟悉法律 还有那些程序的人 那他们当那个裁员的刀也是很适合的 那其他人可能没有办法哦 那听完了好消息呀 现在我们必须要来面对坏消息了 到底在裁员潮之下 最危险的三类员工是哪一些呢 首先第一类是活动企划 还有员工福利专员 因为公司如果今天预算快要不够了 势必是会先把员工福利的活动砍掉 去减少额外的支出嘛 所以负责相关活动的策划人员呢 也会因为手上负责的专案被取消 因此要面对被裁员的风险 第二种是负责新计划的员工 从刚刚最安全的例子可以反过来推断 公司如果要减少业务 一定会从比较新 还没有完全成型的专案来 因为这些专案其实没有办法带来营收 或是稳定营收的效果 所以负责相关专案的人员 可能就有被解雇的危机 那最后一种最可能被裁员的类型呢 是约聘的员工 除了约聘员工本来就有比较多弹性 因此更容易随时被裁员之外 威廉斯也指出啊 约聘员工通常是组织用来应对紧急状况 像是大环境的经济衰退啊 或是公司周转布林等等 也因此当公司成功的度过这些困难的情况之后 这些约聘人员就会先被解雇 嗯 威廉斯呢就建议工作者们说 其实你不要太悲观 如果你属于这三类呢 可能被裁员的员工 其实你也不要太担心 威廉斯呢就建议工作者们呢 不管你的解雇风险有多少 你都要持续去更新自己的履历 比如说你可以在LinkedIn上面 制作一份档案 然后在上面呢 记录你个人的经历 还有完成的事迹 并且呢每个月定期的更新 这样子呢 你可以吸引呢 你的潜在雇主呢 注意到你 在你被裁员之前呢 你可能就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 就可以免于相关的危机 那最后总结一下三种 最安全还有最危险的工作类型 最安全的工作类别分别是 你参与的案子和公司的主要营收 有直接的关联 那第二种和第三种呢 则是财务 还有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者 另外一方面呢 在裁员潮比较危险的工作类型 第一个呢 是规划员工福利活动相关的工作者 再来是工作内容 主要是负责新专案的 第三种是约聘人员 听完和裁员潮有关的新闻啊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接轨国际 也有讨论过安静解雇的议题 面对这种不积极进取的员工 相照于科技巨头 采用比较直接跟正面的方式 去把人fire掉 应该有一些公司 是用安静解雇来逼退员工了吧 就是故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然后自己自愿离职 永恩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你会被fire掉 你还蛮有当老板的头脑 因为呢 就是老板除了用光明正大呢 去fire一个人 你刚才讲的方式 其实就是偷偷的把他冷冻起来 用安静解雇的方式 让员工自己知难而退 那因为你光明正大的fire别人 其实你会让这个公司呢 留下不好的印象嘛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哦你这间公司啊 就是赚钱的时候聘人 然后不要的时候就把他们丢掉 可是如果你是用这种 偷偷摸摸的安静解雇 然后是员工自愿离职的话 公司呢就不用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而哈佛商业评论也指出呢 越来越多企业倾向 用安静解雇的方式来处理哦 因为这个方式呢 可以减少企业资遣员工 产生出来的财政 心理和法律成本 讲白一点 员工如果是自愿离职的话 组织很可能就不用付资钱费给他 这样看起来安静解雇 感觉会是未来企业裁员的另一个选项 那员工们要怎么去判断自己 是不是正在被安静解雇呢 诶永恩 我发现你真的还蛮焦虑的 请不要这么担心好吗 你都还没入职场耶 但是真的有人针对这一点进行了研究哦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助理教授 弗雷斯特莫格森等人 就盘点了工作者被安静解雇的现象 那以下呢我们就举四个例子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第一个是工作职责发生变化 例如主管呢将重要的工作呢 改分配给其他人 或者是定力不合理的绩效目标 让你没有办法达标 可能是主管呢要你承接一些 跟工作职责不相关的业务 比如说我是编辑 然后他就叫我去做财务工作 然后讲说 蛤 我又不会算 然后这怎么弄啊 啊没理理好啊 好 那第二个迹象呢 是和薪资还有奖金 跟福利制度的变化有关系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不调升你的薪水 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说 变相在减少你的薪水嘛 或是不让你参与额外的专案 去赚取更多的奖金 还有一种呢 是发给你的年终奖金 比预期的还要再低 第三种呢 就是跟员工的工作形态和条件有关 像是呢 我就改变你的工作时间 或者是呢 比方说啦 我就把你原本呢都会加班 然后我就把你这个加班 就叫你不要在家了 或者是呢 我额外的叫你加很多班 然后让你工作量大到无法负荷 然后你就觉得啊 算了 我赶快离开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可能还会去收回你的停车位 就说哦 从今天开始你的停车费 就不能停在这里咯 你自己去付 然后或者是呢 我把你的办公桌收走 然后叫你去一个 呃远远的地方工作 然后把你孤立起来 这个也都是有发生过的 接下来收回办公桌也太坏了吧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不太行 那最后一个安静解雇的现象 和员工跟主管的沟通有关 当你的主管开始刻意的避开 或是不愿意和你讨论 升迁相关的话题 或者呢 是在你的绩效考核上 刻意给你比较低的分数 还有另外一种是 当你要找他的时候 他就消失 再不然就是取消和你的会议 另外呢 如果主管不愿意提供给你 和工作内容有关的重要资讯 也都是安静解雇的迹象 我觉得永恩讲这些 都会让我无法待在公司 我真的就是觉得 自愿离子算了 那如果听众朋友 听到这些迹象的话 其实也不要太紧张 就是你先去查证 就是报道中的 也提供几个方法呢 帮助你面对 安静解雇的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你先去观察 公司近期的变化 身旁的同事 是不是也受到一样的待遇 比如说 我们的加班都减少 我减少 他也减少 那可能就是公司要我们共体时间 那或许呢 其他人也会跟你面对同样的改变 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 那再来呢 是了解 还有熟悉公司的制度规范 当初你来应征工作的时候 条约上一定会说明清楚 因此呢 只要你的上司 没有再该让你升迁的时候 做调整 或是降低加薪给你的幅度 就可以拿出公司的合约条款 去和他说明 享有你原本就应该要有的福利 而且万一公司 对你采取的安静解雇行为 真的让你觉得太超过了 或是已经严重到影响你的身心健康 这个时候了解公司的制度 也可以帮助你之后寻求法律上的协助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研究很有趣的发现 就是呢 他们调查 发现那些被安静解雇的员工 在转换到新的工作之后 其实反而得到更好的薪水 也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 甚至呢 有些人还因此而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虽然被组织冷冻真的是很美送 很不爽 但是换个角度想 如果呢 你原本就对现在工作呢 很堵拦 然后也有转职的念头 不如呢 就把这个危机化成转机 让自己呢 换个工作环境也不错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正向的结论呢 啊永恩你有没有比较不紧张一点啊 有 有啦 有 好一点啦 好 那请你为大家做个总结 好的 那最后再为听众整理安静解雇的四个迹象 首先是被要求负责和职称不相关的工作 第二个呢 是不调整你的薪水 第三个迹象则是不合理的增加或是减少工作量 最后一个迹象是 主管部提供给你和工作内容相关的重要资讯 还有避免和你讨论有关升迁的话题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对自己信心喊话 就是当我们已经善尽一切的努力 改善自己的工作状况 还有绩效表现 如果组织还是这样子对我们的话 就请你坚信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下个地方会更好 我觉得我们讲的真的还不错 好啦 今天真的很谢谢永恩的分享 有一个很正向的精神喊话 好啦 最后都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分别是 Netflix订阅数 被YouTube超越 有机会起始回升吗 科技业裁员潮爆发 哪三类工作最安全 你也被公司安静离职了吗 四个迹象出现 要做好转职的准备 喜欢经理人Podcast的话 欢迎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 如果有职场困扰 希望我们解答 也可以填写资讯栏中的表单 将有机会邀请职场专家 为你解答哦 以上内容由简玉璇张家耳 邱永恩编译整理 简玉璇邱永恩制作 感谢大家的收听 经理人接轨国际 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